历史的基本功能是什麽 实际上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很明确了 历史就是政治 历史就是要维护当代政治 当代政权的合法性 那么孔子是不是完全根据事实的记录呢 他有他的价值观念 他根据他的价值观念 来使用贬义词还是保义词 如果这样做还不够呢 孔子第二个办法 就是为尊者会 为贤者会 地位高的人 那么孔子呢 要把他的错误确定 要帮他隐瞒 如果这样还不够 那么孔子还有第三个办法 叫做逼这逼 学这学 该记的就记 不该记的呢删掉 为什么要学呢 因为当时一个人做节目 剪上面记的 不要内容怎么办呢 最简单 旁边准备一把小刀 就把这一段就砍掉了 叫学 学这学 从我们个人 我们学历史到底是什么 那很简单 我们现在人一辈子 接触到的人 接触到事 是很有限的 人的生命很简单的 还有你人的自己经历的时空 总是有限的 但是历史呢 可以延长你这个经历 它是一段场合 它记录下来的 这些有趣的事 那是比你一辈子碰到的 不晓得多少多少 对吧 从这个角度讲 历史里建立了前人 各方面的知识 各方面的建立 也有各方面的经验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 那么我们首先 就需要遗憾地看到 在历史上 只有君王 才有能力打造镜子 也只有君王 才有资格照镜子 在君王的镜子里 你是看不见 曾经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依照私民的 这样一来 你能从历史中借鉴的社会认知 和个人成长经验 就是有限的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 是社会基础的 经济生活 在决定的经济上的第一次 是聚光灯外 普通人 创造财富的方式 在决定中 还仍然而行 但是过去的历史工作上 更多的事情 就探索了表演学 和记录的评价 是如何扮演好学 哪里的交通学 你看得见演员 却看不见 会演出买单的衣服 你听得见台下长得很举手 却弄不出 花了钱的人 费什么样东西 弄不清 看戏买跳 花了多少钱 大家回家之后 获得了很严重 演出成功 演员过上了好日子 就是镜子里的剩下 就是镜子里的剩下 演员演唱 排唱乱套 卷铺盖卷走人了 就是镜子里的衰血 其实啊 村长家里是不是吃上了钱 跟全村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 在这个圆景里头 甚至在圆景之后的那些镜头里 发现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无形之手的东西 正是这些无形之手的动作 构成了我们可能要真正关注到隐秘的细节 这世界很酷